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父亲是自己的合作伙伴 而成哥家的狗却非常不欢迎大傻 最后直接跑掉了 在邻居和大傻的帮助下 成哥顺利地把船退下了水 而在家里准备食物的曼妮也迎来了大傻的到方 大傻表示 自己在邻居家吃饭却没有鸡蛋了 曼妮非常热情地从冰箱里拿出了四个鸡蛋 可是大傻却在准备出门的时候 把鸡蛋打在了地上 曼妮收拾了地却不想再借给大傻鸡蛋 但是大傻很没眼色地表示 曼妮的期待还够 而且大傻的朋友二傻也来了 表示很喜欢成哥家的高尔夫球杆 曼妮对这两个热情的邻居有些不爽 想感人 成哥在中间想要化解矛盾 却被激怒打了二傻一巴掌 没想到大傻直接用高尔夫球杆 打断了成哥的腿 这时二傻表示 想跟一家人玩个游戏 这家人在12个小时内一定会死 曼妮却在二傻的指示下 找到了家里狗的尸体 之后开始折磨这可怜又惊慌的一家人 他们蒙上了儿子小宝的眼睛 让曼妮当众脱衣服 曼妮倍感屈辱 却还是照做了 小宝被吓得尿了裤子 夫妻俩趁机帮儿子逃走了 小宝跑到邻居家求助 可是邻居家早就被大傻二傻干掉了 于是小宝哭着被二傻抓住 还顺便获得一把枪 大傻二傻又提议玩另一个游戏 点到谁谁就死 小宝被点中了 于是第一个被干掉了 夫妻俩彻底绝望了 而大傻二傻却吃饭去了 曼妮开始带着成哥逃跑 好不容易拦了辆车 没想到竟然是二傻的 于是二傻决定先杀了成哥 便让曼妮决定到底是用枪还是用刀 曼妮非常愤怒 拿起桌子上的枪就把大傻给绷了 看到这一幕真是大呼过瘾啊 有没有 但是操弹的来了 二傻拿出了一个遥控器 时间竟然开始倒流 时间回到了大傻死之前 二傻抢先拿了枪干掉了成哥 随后两人带着曼妮上船 一句话没多说就把曼妮推进了湖里 一家人盗子团灭 而大傻和二傻又用借鸡蛋为由 敲开了另一户邻居的家门 和很多变态凶手不同 电影中两人总是偏偏有理 但就是这种虚假的礼貌 却让人更加怒火冲天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影时光